生姜爆香 因为生姜可以去鸡翅的腥味 哇 而且你量放好多 这样子会比较出味是不是 你们团男演员有多少 我们团男演员大概有20多个 会做菜的有几个 没几个 也有几个东北人会做菜 下面放洋葱 那福建本土的呢 没几个 只有你一个吧 我也不是福建人 你不是福建的 中午不要煎太久 再放鸡翅 就洋葱稍微爆香 就把鸡翅放进去煎一下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鸡翅放进去煎 如果之前很怕进厨房的年轻人 你可以看看小萱的一些方法 相信对你也会很适用 腌制好的鸡翅可以放进锅里 最好放在洋葱上面 这样的话就不会溅油出来 那火有没有要求大小 我就用小火煎 煎至金黄 当鸡翅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放板粒进去翻炒一下 这会儿鸡翅是两面金黄 大概也有个七成熟 六成七成熟的时候再放板粒 那今天我们用的是熟板粒了 对吧 如果你是用这个 蒸板粒的话就多翻炒一会儿 对或者是干脆能不能提前蒸熟 我就蒸熟了之后 然后这个还是这个时候加 是 也可以是吧 好 这会儿可以开大火是吧 前面煎至 然后连同加板粒都是小火 小火 嗯 加点酱油 好 酱油也不易多了 不易多 嗯 上个色就行了 嗯 还要再放白糖吗 白糖 好 连巴少许 因为之前鸡翅是腌过的 然后呢就不要放太多 好 那这时候可以加点少许的水 好 加点水 这个量要多少 小学 差不多没过鸡翅就可以了 所以量还要很多 可以了 可以了 开大火焖至 焖到收汁就可以了 好 那盖上锅盖好不好 好 盖上锅盖保持大火 我们稍微等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美味呢 是小学院带来的 叫做 红酒板粒鸡翅 对呀 这个炖翅其实挺快的 就是等它收汁就可以了 对 我们把这个红酒鸡翅拿出来 可以装盘了 我觉得小学院这道菜 对我来说 真的也算是大餐了 做得很用心 好 这会儿我们带着大家来看看吧 小学院带来的美食究竟是怎样完成的 做法 鸡翅面上剂刀 加入所有的调料抓匀 腌制入味 热锅冷油 下入姜片爆香 加入洋葱铺底 加上鸡翅 煎至两面金黄 再加入板栗翻炒 最后加入白糖 酱油 盐 以及烟鸡翅的料汁加盖 烧制成熟即可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来小学院核算一下成本 这样一道菜要多少钱 大概15块钱左右吧 在家吃多过瘾 是 好 从现在开始起 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前15名观众 将会获得由金龙鱼提供的 3A加营养 金龙鱼深海鱼调和油 一瓶 节目最后 特别感谢金龙鱼深海鱼调和油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样也要感谢太太乐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要谢谢小萱的光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拜拜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大正智能及承造的大力支持 用漂亮汤羹 给你的夏日 来一点清新小美好吧 不可做过明天的夏日推荐